大家都知道我們學校位於九龍城 但是你們有沒有在九龍城吃過什麼好東西呢? 難道你要挑戰? 沒錯,今天我們就是用80元吃進九龍城的美食 除了我和你之外,我們還有三位同行的組員 跟我們一起品嘗這個美美的旅途 那究竟我們用這80元的限制會不會挑戰成功呢? 那就... 積木耳朵 我們現在來到九龍城的紫鎮街市三樓六高 我們今天吃的是生日牛肉西多士 很多人都說這裡每日來到九龍城都一定要吃一次 這間店叫樂月咖啡 花生醬的西多士 有些牛肉西多士 豆花西多士 肉鬆西多士 和歐華田醬的西多士 今天我們就叫了些牛肉西多士試食 我們現在去到清真牛肉館 我們就剩下47元 我們打算去裡面買一件牛肉餅 哇!這個牛肉餅真的很多汁很好吃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穆斯林可以吃這個牛肉餅 這個牛肉餅裡面的牛肉 他們會在陶醉過程裡面 幫著牛超道念經 所以穆斯林可以吃 我們現在就要來這個金泰冰沙 試吃這個串燒 因為這一間的串燒 就是出了名價錢親民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特意來放工來吃 平日就是大排長龍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吃這個 很多人都喜歡吃的豬頸肉串燒 我們吃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還有一點錢做 我們可以買多一個餅回去給家人吃 我們第一站去了九龍城街市的樂園 吃了一個沙爹牛肉的西多士 用了33元 我們第二站就去了清湯牛肉館 吃了牛肉餅 用了18元 我們第三站去了金泰沙冰 吃了一串 豬頸肉串燒 用了14元 最後我們去了豪華餅店 點了一個酥餅蛋撻 用了9元 我們今天用了74元 很可愛 我們今天的挑戰是成功的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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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